日月坛国际华专勇度 一年一度的万人勇度日月坛的活动 日前在鱼石乡日月坛盛大展开 而参赛人数不但达到两万多人 除了台湾的勇客以外 也有来自许多世界各地共36国的外籍勇客 前来共襄盛举 墙面相当盛大 今年我们的车位是 买一块坛要基盘万人勇度日月坛 报名的国家有36个 中人数目准到目准 围织通计差不多两万三千几个 应该是比历年都更多 希望大家爱好有用的 要报名就要较早 今年已经不复了 因为太多人 影响这个特殊 和这个来游应 和眷属的这个旅游的品质 所以今年已经可以破纪录 可以说破纪录的这个人数 先议员肖志全指出 万人勇度在许多单位的努力之下 一年举办得比一年还要大 参赛人数也创新高 也呼吁相关单位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万人勇度在我们县政府 以及我们四季游泳会 这个历年的配合跟经营之下 不管在交通 以及整个水面游泳的安全维护上 都有相当的经验 期待今天今年度 不管人数增加 也能够把所有的不管交通的动线 以及游泳的安全维护方面 事先完善的规划 让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以及我们台湾的勇士们 大家都能留下一项美好的印象 今年参与的人数约两万三千多人 参赛国家更高达三十六国 音乐们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望接着能够给 来到这边参赛的选手 一个美好的回忆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道